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第八小节 Linux联网 那么经常一台服务器 要给它配置固定的 rp地址、网关、DNS等相关的参数 以使得它能够提供相应的服务 能够接入我们网络里面来 当然这个联网的配置 肯定是要操作它的网卡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Linux 我们先退出 这个Linux的网卡的配置 你可以看一下ifconfig 刚才有一个文档给大家 忘了讲对吧 这个VI冰激器当你编入好了 比如说我们去插入了一行 那我现在又不想去保存配置了 就是我想退出 但是不保存配置怎么办 对吧 你可以去这样 冒号 然后queue表示退出的意思 加一个碳号表示强制退出 对吧 强制退出 不保存当天的配置 你刚才的操作是没有保存的 其实还有一个保存的 给大家也讲一下 好吧 你比如说我们去 写了这样一行 对吧 你这样也可以保存并退出 你去 w写入对吧 queue 保存并退出 这样也可以 好 那么下来给大家简单讲几个 查看的网络参数的命令 那么第一个叫rp 叫ifconfig 注意啊 不是rpconfig 而是这个ifconfig 好吧 这个if呀 就是interface 那么在linux里面 这个if就相当于接口的意思 查看我们的网络接口 那这里面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好多个网络接口 那其中有一个呢 叫ens33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网卡 早期的linux呢 叫eth0 eth1 这样一个编排方式 那么从这个红帽的7以后啊 7这个系统以后啊 它都改成这样一个样子了 这个当然其实还可以改回来 对吧 我们这边就没有改 它使用这样一个ens的格式 来去表达这个网卡 那如果你里面有多个网卡 它会给你一次显示 对吧 比如ens34 35等等 那你可以看到当前我这么一个网卡呢 它是有一个rp地址的 这个是我的rp地址 5.40 这个是我的研码 对吧 这个是我的研码 底下是一个noteback网卡 底下是一个虚拟的网卡 这个都不用管 我们只看到这样一个网卡就可以了 那么你其实还可以看我的dns 对吧 那dns它是保存在这样一个文件里面的 大家可以 把这个文件记下 r1s 要 这样吧 我们 vr 好吧 kat吧 etc下的 你看 这边有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在etc下面 etc下面有一个resolv.config 那么这个文件其实就是保存了 保存了我们的dns的配置 我们可以查看 对吧 那么查看之后我们用vrm看好吧 这个vrm可以编辑也可以看对吧 我们不编辑就是了对吧 这样看你看 那这个文件里面其实它是有一个 这是域名对吧 然后底下是有一个name server 这个name server 这个name server就是我们的dns 就是我们配置的dns 你用cat也可以看 你用cat看的话 它不显示这个颜色 它只能这样看 好 还有一个就是网关的吧 那么我们可以用rote-n来查看 rote-n可以查看当前 这个linux系统呢 它的一个路由情况 那么其中第一条是确损路由了 对吧 确损路由 那么很显然能够看到这个系统 对吧 它的网卡配置的网关呢 是5.1 网关呢 是5.1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网关 网关不就相当于确损路由嘛 对吧 那么底下是支点路由 底下是支点路由 好 这个是网关的配置 接下来 这是两个查看 dns和网关的配置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禁用和启用网卡 我们这边不应该是一体字典的 叫ens33了 经营网卡和启用网卡 好吧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吧 当前我的网卡是启用的 对吧 这个启用的话 我而且我已经巧接了 你看 给大家看一下吧 首先看一下我当前的环境 那么待会我会让这个linux 巧接到我这个真实的网卡上面 这个真实的网卡目前是可以上网的 你看 目前是5.2 网关是5.1 这个是我真实的网卡 回头我会让这个linux 巧接过来 好吧 那么首先 我们可以去巧接一下 首先把他的网卡选择成 巧接 选择成 巧接 这个也可以巧接到 vmnet0上 好吧 然后要保证 让这个vmnet0要桥接到我们的 真实的网卡上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点一下 给大家看看 好吧 这边有一个编辑 编辑有一个虚拟网络编辑器 在这个虚拟网络编辑器里面 可以将vmnet0给它桥接到我们的真实网卡 就是刚才我给你看那个网卡 点确定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就可以去连接外网了 那么在连接外网之前 它要有正确的rp地址 还有这个网关 那我们去配置一下怎么配呢 那么 这个是禁用和启用网卡 我们可以把它禁用一下 if down 这个就是把网卡禁用 那么禁用之后 其实你再去看 这个再去ping吧 我们去ping我们的网关 好吧 这个是ping不通的对吧 网络不可达 那你再去看一下路由 路由也没有了 因为你那个网卡的禁用了 对吧 我们启用了 if up ens33 那你再去ping 这个就可以通了 现在我就可以拼通网关了 对吧 5.1 是我上游的一台路由器 一台路由器 那么你也可以用rote-n 来查看我们的路由表 这个是禁用和启用网卡 好 那么如果你想去修改 这个网络参数怎么来做呢 我们通常是可以去采用 修改这个网卡的配置文件的方法 那么这个网卡的配置文件 在这个位置 大家要把这个位置记录下来 好吧 etc下的 systerm config 然后network scripts 这是我们网卡的配置文件的路径 我们先要进到这个路径里面 好 我们去cd到etc下的 systerm config sys config 然后network scripts 这个路径比较深 比较深 我们进来 那么进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当前是我这样的一个路径 ls 这里面它是有一个配置文件的 叫ifconfig-ens33 那么其实它就是我的网卡的配置文件 我们可以通过vim 是吧 进行编辑 回撤 那么编辑之后 其实这里面你看 它有几个参数对吧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rp地址的参数 看到这一行 首先这个onboard 一般我们要调成yes onboard要调成yes 然后这个rp地址对吧 rp地址的5.40 给它调一下吧 然后这个网关 getaway是网关的意思吗 这是dns rp地址 研码 这个prefix就是研码 就是前缀地址 -24就是 它这个24就表示3-5.0 对吧 3-5.0 这是网关 这是dns 我们可以一次来去更改一下 对吧 比如我们给它改一下 把它的网卡地址 把它的rp地址给它改成41 41 这个资网研码还是保持3-5.0 24个研码 然后网关不变 5.1 这个dns你可以给它改一下 好吧 比如说dns我们给它换成5.1 这个辅助dns改成8.8 好 那么这样改完之后 我们可以去保存 这个shift减加zz 保存并推出 保存并推出之后 接下来你去看 是吧 if config 这个 那你会发现这个没有改 没有改 它还是一个5.40 说刚才不是改成5.41了吗 对吧 在linux里面 你去更改配置文件的时候 需要重启服务才可以生效的 需要重启服务才可以生效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于我们 这个linux里面对吧 你可以先把网卡 进用再启用一下就可以了 重启这个网卡就相当于是把网卡 进用再启用 所以你就可以用if done 对吧 ens33 当然也有很多重启的命令 我们也可以敲下吧 把这个网卡再重启一下 那么重启之后 你再去看一下if config 对吧 这个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5.41了 变成了一个5.41 对吧 你看if config 你可以这样看 对吧 杠冒 用一个管道服送给这个冒 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5.41 5.41 这个root-n 也可以查看 对吧 这个正常 那么现在能不能上这个百度 先到网关 ok的 对吧 那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去拼百度 也是可以的 对吧 那现在我们这个Linux就连上网了 对吧 那么让它去上一个网看看 我们这边不是有浏览器吗 让浏览器打开某一个页面看看 好吧 稍等 好 那么现在我已经打开了这个火壶 这个它给你默认的一个主意 是映射到了这个红帽的官网 然后我们可以去把它改成一个百度 那现在我就可以访问百度了 那证明了我的这个网络呢就连上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网卡的配置 好 就简单讲这么多啊 这小节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